大破墙体之后 如何管理燕国陈铭 成了白在福坚面前的难题 那么他的举动究竟会引起怎样的飞翼呢 风云南北朝支 福坚第八集 一道难题 历经重重危机 秦军终于大败燕国 从皇帝到大臣都成了阶下之囚 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被并入了秦国的版图 究竟如何管理这些数位于自己的燕国臣民 成了福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他的一系列对待燕国君臣的政策 也引来了众人非议 尤其是曾经给慕容锤一家 带来巨大伤害的慕容品 福坚尽竟会如何处理它 更是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那么面对这重处问题 福坚究竟会做出怎样出人意料的举动呢 北京女园大学周思源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风云南北朝支 福坚第八集 一道难题 上集我们讲到 四十万燕军 列政 主动向六万秦军 发起攻击 就在这个当口 担任秦军 先锋大将的邓枪 居然 抗命不尊 躺在大仗里边 睡大觉 说我不去 按照王猛这个性子 我们知道 王猛这个人的脾气 就跟他的名字一样 猛 厉害 要是搁在别的时候 要是别人 王猛立即下令 斩首 他有这个权利 可邓枪不一样 邓枪是在平枪兵 战匈奴 战洛阳 等列次大战当中 还有过去 跟他王猛配合 剪除豪强 等重大事件当中 是立下赫赫功勋 何况现在 大敌当前 哪能少了邓枪将议员 经验丰富的大将 所以王猛 也还真没辙 俗话说 宰相肚里能撑船 王猛只好 先咽下这口恶气 骑着快马 直奔 邓枪的大营 王猛说 走了 我答应你了 让你当司令校尉 起来吧 跟我走 邓枪一听 高兴的马上从踏上 等一下就起来 拿酒来 然后就一碗一碗的喝酒 酒喝够了 然后邓枪就带着手下的几员猛将 跨上战马 挺着长矛 各自带领自己的 手下的士竹 冲出寨子 直冲入燕军的队伍当中 来回冲杀 所向披靡 如入无人之境 邓枪自己就来回冲杀了好几次 这个燕军 本来就没太把秦军放在眼里 尤其是这几天 主动挑战 秦军 避战不出 最多在里边嚷嚷呐喊几声 所以他们都以为啊 秦军切战 没想到秦军现在债门大开 各路大军冲杀出来以后啊 个个都是不要命的 因此燕军正脚大乱 不过话要讲回来啊 这燕军啊 他毕竟第一是人数众多 第二 他也是 不落的 前不久他几个月前不是还跟 禁军交过手吗 最后把禁军也打败了吗 所以他还是有 相当的战斗力 结果这仗呢 从早晨打到中午 燕军终于啊 溃败 被杀的 被俘的 投降的 有十五万之多 他四十多万人 等于一下就损失了三分之一啊 燕军受到重创啊 是全线溃退 当时是乱的一塌糊涂 王蒙 就乘胜追击 挥施东进 燕军一路溃败 因此不久之后呢 王蒙的六万大军 就已经到达了燕国首都 叶城的 城下 这时候啊 秦军因为连续作战 长途奔袭 长途追击 也相当疲惫 所以呢 王蒙 就下令 把燕国首都 叶都 围起来 围而不打 咱们先休整 一面 急报朝廷啊 实际上是每天啊 都有姓氏 把这个战况 汇报给福建 那福建是一听说 哎呦 看到的这个 这些战报啊 都是胜利 都是顺利的进军啊 而且把 叶都都围起来了 他早就已经做了准备了 这时候呢 福建决定御驾清征 亲自率领十万大军 到叶城去和王蒙会师 把首都长安交给太子监国 那太子还小啊 还年轻啊 缺乏经验 有魏大将军 就是当年 当福建夺取帝位的 他的那个表舅李渭 魏大将军李渭 协助太子监国 这样他就放心了 而且呢 他还派啊 他的弟弟福荣 这是跟他关系最好 而且是秦国 可以说在质谋 谋略 为人各方面 都非常优秀出色的 他最信任的 一帝福荣 正守洛阳 我们现在可以注意到 这一次秦国发兵多少呢 发兵 第一次是六万 有王蒙率领 第二次是福建清自率领十万 总兵力达到十六万 这是秦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的 动用军队数量 最多的一次 要知道 福建还得留下一部分人 保卫京师 守卫边境 防止匈奴叛乱 防止一些格局势力叛乱 特别是要防止 晋国 承虚进攻呢 所以啊 这十六万 已经是达到极致了 为什么 因为秦国当时的总人口 不超过两百万 大概就一百多万人 换句话说 他把青壮年男子 基本上都抽掉出来 因此 福建这次伐烟是 志在必得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经过这十几年来 秦国 修明政治 治理朝政 改善励志 发展农业 他的国力大大增强 他现在一次已经可以动用兵力十六万出征了 经过七天行军 福建的十万大军到达了安阳 当天晚上 福建不在那住了吗 刚准备睡觉呢 忽然示威了报告 说王丞相 敬见 天王来了 王蒙一般出现 令福建大吃一惊 此时正是战事吃紧的关键时刻 军队的主帅一般情况下 不可轻易脱离阵地 在这个节骨眼上 哪怕是一丝的变故 都有可能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王蒙为什么还要脱离阵地 执意要来看福建呢 福建大京 你接那个王蒙进来说 你上这儿来干嘛呀 你不在那个叶城那儿 带着这六万大军 你跑跑这儿来看我干嘛 那么老远 王蒙说 说这个 我是不放心啊 太子在京师监国 您那么大老远的离开了 长安到这儿来 所以我悄悄看您来了 福建啊 他为什么吃惊王蒙来看他 因为啊 当年汉文帝到西柳营 西柳那个地方 那个军营去视察的时候 当然周雅夫就因为怕离开军营 不安全 他没有出来迎接皇帝 就是说将在外 以战士为重 不是以建皇帝为重 所以王蒙就说 他说我每看到这个 这个啊 在史记里边 读到这一段 我就很感慨 是吧 周雅夫确实了不起 可是我跟周雅夫不一样 啊 因为什么呢 现在啊 叶城底下 那儿没事 放心好了 啊 所以我就悄悄跑这儿来 来拜见天王来了 我这回的仗 之所以打得顺利 就是因为天王您啊 制定的战略 非常英明 啊 您放心 啊 一定把叶都打下来 秦王福坚 亲自率领十万大军 东征 已经到达安阳的消息 使燕国朝廷啊 上下 震动 你想 前些时间 王蒙带领六万秦军 就把四十多万燕军 打得稀里话了 现在已经兵临城下 叶都 岌岌可危 再过几天 福坚带领的十万大军 到达了华 叶都怎么守得住呢 所以这时候 燕国朝廷上下 人人惊恐万丈 都在考虑自己的出路 其中 有一个特殊的群体 也在想啊 我们该怎么办 他们是谁呢 他们就是各国 派住在燕国的智子 这个智子啊 说白了就是人 但是古代的智子和人 智不一样 智子呢 他是古代啊 中原王朝 周边 的一些 腐术国 或者是这个王朝 本身的诸侯国 他为了 让皇帝 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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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真诚的 忠于您 忠于 天朝大国 我把我的太子 或者王子 送来 当人士 在 京师住的 这样的 叫做智子 这些智子们啊 就互相商量了 说眼看啊 这燕国保不住了 秦 取代燕 不可避免 听说秦王这个人 很仁义 丞相王猛 非常能干 燕都 沦陷 是早晚的事 咱们怎么办 是吧 因为咱们现在 都是忠于 燕国的 都是忠于 燕国皇帝啊 所以结果 大家商量的结果呢 就是 咱们啊 现在要改换门庭 你如果到 到时候 这个秦兵打进来了 是吧 咱们也成了俘虏了 那个时候就 不太好 所以这些智子们啊 商量的结果 就决定 气焰投情 他们在一位燕国大臣的 帮助下 趁着夜色 秘密的 打开了 夜都的 一座城门 放秦军 进来 秦军一进来以后啊 那当然整个夜都就大乱了 没想到秦军晚上 进来 他们不知道是谁开的门 都因为攻进来了 这一来以后呢 燕国皇帝啊 慕容卫啊 吓坏了 他赶紧 带了 掌握军政大权的 慕容平 本人 带了一千多随从 赶紧 夺门而走 逃出去的时候啊 还有一千多随从 不久 就只剩下了 二三十个人 结果呢 走到半道 没想到啊 碰到强盗 你想他总共就二三十个人 碰到强盗 哎呀 又死了一些 然后再跑 过了两三天 啊 当时他们正靠着一个坟地啊 在那休息 又来一批强盗 好几十人 哎呦 这回人打不过了 最后呢 慕容卫是 只有一个人 逃跑 那个慕容平也逃跑了 啊 不久 他们就被 赶来的情军俘虏 捉拿 押回燕都 进入夜城后 福建最关心的 不是 燕国 皇宫 是多么 豪华 气派 有多少金银财宝 有多少美女 不是 他最关心的是 燕国的户籍档案 保存好了没有 保存好了 赶快给我拿来 因为啊 占领夜都 基本上是兵不血刃 所以房屋建筑这些啊 都没有啊 破坏 烧毁 很快 就把 燕国的 最重要的户籍档案 送来了 福建一看啊 心中大喜 燕国将近一千万人啊 我们知道 在农业社会 人口数量 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的因素 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财富 有人 才能开垦土地 才能进行耕作 才能 从事各项工作 才能够交纳 赋税 从事 摇育 进行各项大的工程 而且 人 越多 你 增兵的数量 才能多 才有人跟你打仗啊 所以人口多少 最重要 你想 秦国原来 人口都不超过两百万 也就一百多万 现在一下 得到将近一千万人 而且 现在得到的燕国 是这片 广大土地上 最肥沃 最富属 技术最进步 生产力 最发达 经济最繁荣的地区 就是相当于现在哪呢 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 山西省的大部分 中南部 河北省的全部 和山东省的绝大部分 这就是中原 那么 随 福建大军 一同 进入 叶都的 有一个人 是谁呢 慕容锤 这次他回来 给燕国 国军臣的压力 非常非常大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过去 功勋 卓助 地位很高 但是受到迫害 后来他出逃 到了秦国以后 受到秦王 福建的高度信任 现在他 一尽荣归 他要说一句话 咱们可就没命了 慕容锤 当时啊 看见那些被俘的 这个燕国的大臣啊 他确实也非常的生气 恨不能把他们啊 都杀了 就是不是说 把所有的燕国大臣都杀了 就是当年啊 那些 落井下石 跟这个慕容平 跟这个太后啊 他们狼狈为奸 甘心做他们的爪牙 迫害自己的人 他真是想杀 祖北燕国的前尘 慕容锤的遭遇 可以用耻辱二次来形容 由于遭遇的哥哥 慕容平等一般人的破坏 他才被迫无奈投靠了福建 如今曾经的敌人 终于成了阶下之囚 按理说 他终于有了一个 报仇学恨的绝佳机会 然而此时 一个人站了出来 改变了慕容锤的想法 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 这时候啊 当年向他通风报信 告诉他 太后跟太父慕容平 已经决定 找机会杀害你和你的全家 这个人啊 叫高碧 高碧啊 当时看出来了 他就悄悄的对慕容锤说 这些人过去确实做过对不起您的事情 他们 有过 有罪 但是 希望您啊 以 仁义宽大的胸怀 来对待这件事情 这些人 说不定什么时候 对您有用 您将来要成就大事的时候 他们会帮你 你现在对他们宽大了 他们就会死心塌地的跟您走 慕容锤一想 有道理 结果呢 慕容锤就不再追究他们的 这些恩怨了 慕容锤这样做 确实 表现出他宽大的胸怀 和他为人比较仁义 但是 却为 秦国日后 发生动乱 留下了 一个隐患 福建这个人 确实仁义 他不仅 对 燕国有些 干过坏事 与秦 为敌的人 一个不杀 他甚至连 慕容锤 这个皇帝 皇帝不是给压回来了吗 是吧 他都不杀 他当时啊 看这个慕容锤啊 你想他逃了好几天 最后就是 剩下了孤雅寡人 真是一个人了 那模样 那个肮脏 那种狼狈 那样子 他就觉得可怜 你回去 你去告诉你们的 那些大臣们 让他们都出来投降 啊 福建这一点是 很高明的 他不杀慕容伟 让他带领 燕国的那些 大小成功 来投降 这样就大大降低了 燕国 朝野对秦国的敌对情绪 同时 他 也可以从燕国的 这个 成功当中 啊 留下 不少 对秦国 将来 非常有用的人才 不过 福建这个时候啊 他还不敢大意 尽管他已经打败了 秦国 最强大的宿敌 燕国 可是 南边还有禁国呢 另外 尤其 让他 不放心的事 就在秦国周边啊 还有一些 虽然不大 占领的地盘也不大 人口也不多 有的也不过就是 十万 几万人 啊 有一些格据势力 蠢蠢欲动 因为自己已经把秦国的主力 都带到 好几百里以外的这个 编国来了 现在在夜都这啊 关中空虚啊 那些格据势力啊 肯定蠢蠢欲动 所以呢 福建 就在 王猛的 这个 劝告下 在夜都也就住了各把月 就赶快带了一批军队 赶回长安 做正长安 那么他在 离开 夜都之前 就要交代 啊 你想 这个燕国 多富庶啊 那么大的地方 那么多人口 交给谁呢 他全权委托 王猛 让王猛啊 总管 总管六州 的军政大事 这个六州 就相当于现在的 山西省 河北省 河南省 和山东省 就是原来 燕国的地盘 福建跟他说 你啊 现在 丞相 这名 我还给你留的 你现在就把这六州 你给我管好 啊 管好了 把 这个 关东 六州 治理的跟关中 一样了 你再回来 我还 让你接着 当丞相 福建跟他说 现在啊 这关东 六州 不是很多 官员 都得换吗 有的合适的 啊 你准备留用 你就留用 另外呢 让大家 推举 凡事 人才 都举荐上来 有的人 如果能当 太守的 啊 有的 能当县令的 那您 王蒙 你就认命 啊 认命谁当太守 太守就治理一个郡的 一个郡豪 一个县呢 啊 有的 能当县令的 你就认命 认命以后啊 你再报 朝廷 批准 我再发伟人状 等于是 啊 你想 给王蒙的权多大 福建这时候啊 还做出了一个 极其重大 影响深远的决定 他下令 原燕国皇帝 慕容伟 以及 他宫廷里边的 后妃 还有 以慕容平 为代表的 朝廷百官 还有 叶城的 先辈人 总计 四万多户 统统迁到 长安去 另外呢 把关东六州啊 各地 凡是有文化的 有技术的 啊 比如种地中的 特别好的 啊 会各种各样 手工业的 酿酒的 做衣服的 刺绣的 啊 会打铁的 等等 各种各样的 有技术的人 以及 这六州的 其他民族的 就跑了汉族的啊 不算汉族在内 什么乌环 啊 先辈的各个部 各个部的啊 什么乌环的 什么等等等等 其他 有一些少数民族 一共十万户 都迁到 关中 就长安 关中平原去 这个福建 布杀 燕国 军城 不算 把他们迁到 长安 不算 而且对他们还都 封官 刺绝 你看封 这个 燕国原来的皇帝 慕容伟 也是侯 还是尚书 连慕容平 都给他封了一个 可以上朝 议政的 部长级的一个高官 等于把燕国 朝廷啊 从叶都 搬到了长安 福建的 文柔政策 一时起到了 巩固 法言 胜利成果 稳定燕国 旧臣 情趣的 积极作用 然而 他的这一做法 又引起了 很多人的非议 尤其是 慕容平 这个人 一度在燕国 极其嚣张 大肆 弄权 排除一己 做了不少 坏事 这样的人 不被处理 医术宽大 这一次 竟然还被封了高官 这让曾经受到 迫害的慕容锤 更是难以接受 那么为了反对 对慕容平的 优待政策 慕容锤 究竟做了什么呢 这时候啊 慕容锤 看不下去了 慕容锤说 原来那个燕太夫 慕容平 这个人太坏了 他干了很多 很多坏事 像这样的人 如果不杀 实在说不过去 戴王 不应该重用他 我希望 戴王啊 陛下 能替燕国人 替原来燕人 把这个坏家伙 杀掉 福建在这种情况下 仍然不杀 慕容平 但是呢 他 就算 给他降职吧 他本来是 可以上朝的 部长 部长级的 副部长的 或者是这么一个高官 给他放到 一个边远的地方 就是放到 原来燕国的 泛阳那个地方 当太守 那么河北的北部 那个地方也 还是比较富庶的 还让他当太守 其他的燕国的 这些大大 小小的成功啊 都安排了官职 司马光 对于 福建这种 宽大无边 过于仁义的 做法 颇不以为然 他就说 他古代 有些人 就是别的国 把我这个国灭了 反而高兴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国的国 均荤庸 我这个国的国 那个大臣啊 腐败 贪婪 做别的国 把我这个国灭了 我高兴 为什么 从此以后 我们老百姓 可以过好日子了 反正天下都一样嘛 是吧 你们谁当国王 不一样啊 但是呢 福建不一样 福建对于那些害人的 对于那些坏家伙 他也都重用 他说 这是爱一个人啊 而不爱一国之人 这样的话 你不分是非 不分善恶 你对谁 都宽恕 都重用 这样的话 你对别人好啊 别人不感谢你 为什么 他觉得你 你少不了我 不是吗 所以你要重用我 是吧 因此你对别人好 别人不会感恩的 反正对大家都一样 司马光这个批评很对 福建后来 失败 其中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他从前对别人 宽恕 善良 后代 他得不到别人的感谢 那么 那么燕国这么多大城 都从夜都 都从夜城 迁到了长安 现在成了秦国的大城 大大学校的官员了 但是他们心里啊 是不服气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 秦国算什么呀 秦国的经济文化 军事 样样不如燕国 燕国才是 天下的正统王朝 才是真正的 中原大国 只不过啊 燕国没有一个好皇帝 燕国的皇帝太软弱 耳朵根软 自己没主意 燕国没有一个好丞相 太富 掌握 军政大权的太富 贪婪 而且忌妒 忌先度能 逼走了吴王 慕容锤 如果燕国 有一个好皇帝 有一个好丞相 何之于此啊 因此啊 这些过来的 投降过来的 燕国的大臣们啊 他们现在都不约而同的 把希望寄托在了 原来燕国的吴王 现在秦国的 冠军将军 慕容锤圣上 因为慕容锤 人品高洁 能力过人 得高望重 只要慕容锤 肯出来 肯定一呼百应 所以燕国 很多大臣认为 燕国 虽然灭亡了 但是这不是彻底的灭亡 是暂时的不幸 燕国必定会忠心 忠心靠谁 就靠吴王 孟能锤 燕必忠心 其在吴王乎 不及十五年 秦必 复为燕友 要不要十五年 燕国 肯定复辟 到时候啊 秦国就成了燕国的一部分 秦国大臣不是没有注意到 燕国那些大臣们啊 原来啊 被灭了的燕国那些大臣们 有这种复辟心理 他们意识到了 觉察到了 而且其中有个别的 甚至有一个啊 有一个原来燕国 被封为诸侯王的 他的儿子就十一岁 这孩子比较早熟 非常有思想 很善于交际 很多人都跟他联络 这家伙啊 这小家伙啊 具有强烈的复仇心理 当时这个秦国大臣呢 权益 他是秦国 在地位和谋略上 仅次于王猛的 一个文成 权益啊 就向福建提出 一定要把有的 燕国的 具有强烈复辟 心理和行为的 那些大臣们杀掉 或者是 把他们弄到 边缘的地方去 总而言之 不能让那么多人啊 都 长大权 要不然就会留下隐患 但是福建坚决拒绝 他认为 我以仁义带人 人必以仁义带我 啊 我能够用我的仁义 去感化教育他们 那么当初不是 王猛擅自做主 答应那个邓枪 当那个 呃 司令校尉了吗 后来呢 显然啊 王猛 跟这个 福建汇报了 当时情况特殊 啊 我擅自做主 怎么怎么着 那你想 福建对王猛是言听计从啊 感情非常好 啊 关系非常好 啊 所以 当然没问题了 完了以后 王猛呢 又正式的书面 提出 这个要求 任命 邓枪为司令校尉 福建就下来诏书 就是说 哎呀 像邓枪啊 这样的 这个名将 立功无数 啊 当司令校尉啊 是完全是应该的 司令校尉这个官啊 并不是说 我要啊 给他作为一个荣誉 因为他是名将 所以我才说 不是不是 啊 将来啊 要借重邓枪的地方多的了 当然司令校尉不够 不但任命他为司令校尉 而且给他封郑国将军 郑国将军那是最高的军事荣誉之一 而且地位是特径 啊 那就相当于公了 到了公元371年的时候 除了 代国之外 福建 领导下的秦国 基本统一了北方 现在剩下的就是灭境 只要灭境 就可以统一天下 那么福建是怎么考虑灭境 大击 请看下集